星姨 傻孩子 奶奶是真的喜欢你 因为你温柔 体贴 善解人意 要是我马存喜交给你照顾 我可以完完全全地放心啊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让你进门 我让你进门 反而让你受那么多的委屈 没有啦 奶奶没有啦 你不要这样子嘛 我没有很委屈啊 星姨 我一直都把你当初是我自己的孙女儿 要是我的孙女儿跟人家结婚 被逼着生了孩子就得走人 地位您一只狗都比不上的话 奶奶拼着老命也要去找他算账 好了 好了 奶奶好 我亲口答应你妈妈要好好地照顾你 可是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要怎么去跟亲家母交代 存心瞒着我也就算了 星姨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一个人要去承受这么多 我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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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哭啊 不要哭 不要哭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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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没有啦 没有啦 我没有很委屈啊 其实每个人都对我很好诶 存心也对我很好啊 好个屁啊 她要是好的话她现在人在哪儿啊 有人安娜就忘了你 不是啦 不是这样子的啦 其实在存心心中安娜真的很重要 如果把他们两个拆散的话 存心会很痛苦的 那现在把你跟存心拆散 你就不痛苦吗 虽然你们是为了孩子结婚 我当初也疏忽了 我都没有问过你的意见 好 星姨 奶奶现在问你 这段时间你跟存心在一起 就没有跟她产生特别的感情吗 星姨 你跟奶奶讲实话 你爱不爱存心 不要说谎 江王爷在看 好 很好 我去把她抓回来 奶奶 抓回来 对 我不能够让这个混小子 任性自私不顾你跟孩子 拜过我们季家的门风 奶奶 哎呦 哎呦 你干嘛 奶奶 你误会了啦 我没有要存心回来啊 我希望她可以跟她自己 喜欢的人在一起啊 哎呀 有多少人 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们那个年代 结了婚就要对婚姻负责任 而且存心她亲口答应你 要娶你 就得说到做到 奶奶 奶奶 喂 恩赛 不好了 不好了啦 一夜没回去 晨晨 你现在在干嘛 不能再让她一个人承担这些了 我必须找个机会跟安娜坦白这一切 我必须找到 跟你说 喔 搞什麼這時候不接電話 市長 你要到大梅了 什麼 不接嗎 施工事 沒什麼 只有你以及存希 永遠包拍結第一位 當然啊 因為你在我心目中 有心理金牌的第一名 永遠有女主角 你怎麼了 有心事啊 你每次有心事就會上天台來了 心事啊 安娜 有一些事情我想要跟你說 是有關於 你離開了這兩個月發生的事情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可我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知道你一定會相信我 誰是來找我們啊 崔欣等一下 奶奶 純希在哪裡 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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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 隨 Sie 奶奶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奶奶 奶奶 iş心不是你想的那用啦 岑夕你 原來是你同封抱歉 我以為姻想是你少數奇略今天 沒想到你連連手心都沒有 怎么样 安娜回来就慌了是不是 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 你好 她干什么 不关她的事情 是我自己要来的 不是那狗保姆吗 狗保姆 你竟然说我心仪是狗保姆 我没说她是狗保姆 你莫着良心想一想 你在江王爷面前发的是什么事 你对心仪做的是什么承诺 什么承诺 奶奶生气不是因为我们把鸡宝贝抱来吗 看样子 安娜什么都不知道 好吧 你现在既然利用心仪 还欺骗安娜 我没有骗安娜 我只想找机会告诉你 找机会 你根本就是投机取巧 陈希 你做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奶奶是这样子教你的吗 你这边搞暧昧 那边搞神秘 你现在连奶奶都敢骗 你还有什么事不能做 奶奶你根本不懂啊 陈希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奶奶怎么那么生气啊 奶奶 我太太太太 陈希 陈希 你不要在那边做好人 你在奶奶面前跟好违状 你现在在那边还能做什么好人啊 想当好人的是你吧 要不然你现在当在安娜的面前说 她是谁 她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奶奶 我拜托你走了好不好 快点啦 你不敢说对不对 我来帮你面对现实 这个女人风平浪静地活了27年 却莫名其妙地被你打了一枪 现在怀着你的身孕 跟你结婚一个多月 还剩六个月就要帮你生宝宝 你的老婆陈希宜 老婆 陈希 你结婚了 所以我们第一次失运的时候 你说会因为寂寞而拥抱别人是真的 伊朗说的那个季太太就是她 对不对 因为我突然回来 让你不遵守错 所以你在办公室你才说她是狗保姆 安娜 你先听我说 这些都是真的 可是我可以解释 这些都是 所以我现在是真正的坏人 我可以解释 这是真正的坏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